總統蔡英文南下 紮毅力挺現場翁張良連任 但致死時蔡總統這話風一轉 立刻將炮口指向國民黨 朱立倫動怒迎面反擊 以權益日前十後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 選在解放軍圍台軍演之際 率團訪問中國 反對質疑聲浪隨之而來 正當民進黨把論文爭議 暫時打住後 現在打算反戳 藍營痛處 國民黨竟然組團夜奔敵營 不但混淆了全世界的觀感 國民黨提名要選舉的人 也知道主流民意所在 所以都昏昏站出來反對 那就不知道 國民黨主事者到底圖的是什麼 也許我們少數的 這樣子一個交流的管道 我們不要中斷 傷到我個人沒問題 傷到國民黨 但是我們國民黨愛台灣 我們堅持做對的事 朱立倫總算願意對外 透露夏立言此行目的 但其實訪團出發前 早知會有踏法可能 事前跟專家討論都知道 這個時機去大陸 對國民黨不利 對年底的選舉會有影響 我們出訪之前 委經特別提選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 值得是我們在一方的商圈 國民黨要證明兩岸再緊張 都能殺出一條血路 夏立言則不顧台中市長 盧秀燕未留 辭去國際事務委員和市政顧問 主流民意支持媽 只怕反撲年底選戰 金新聞謝謝方伯峰 採訪報導